曼联队来斯特城的比赛前,一个消息让全世界都颇感意外,穆里尼奥安排伯格巴先发,而且还担任队长,要知道,伯格巴可是世界背后曼联最持归队的球员, 周一才回到卡林顿训练基地,而且更重要的是,在人们看来,伯格巴应该正在闹转会,想去巴萨,怎么会积极替曼联上阵,然而,伯格巴不仅作为队长先发,还打入了一球,成为本赛季英超第一个破门的球员。 对于伯格巴先发,而卢卡库,阿什利阳,费莱尼,林加德等世界杯四强球队裹脚都只是替补的原因,穆帅解释说,是伯格巴自告奋勇的,我们希望他们能上,但并不每个人都能,有的人无法做到,有些人肯定无法出场。 举个例子,马蒂奇归队后直接去了医院,直接动了手术,林加德也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无法帮助球队,鸟叔说,但保罗伯格巴只跟我们说了两个字,yes,ok,好的,没问题。 卢卡库则告诉我们,我没法先发,但可以坐在替补席,有需要时帮帮忙,这些都是我们此刻迫切需要的东西,我们没有完整的阵容,但我们还是有一支球队,而且是一支希望竞争的球队,我们所有这些孩子都有很好的精神,努力帮助我们,哪怕没有90分钟,也能帮上几分钟,那是我们需要的。 本场比赛前,这个星期伯格巴转会巴萨的传闻非常火爆,甚至有无良,媒体宣称他会罢赛,然而,伯格巴明确表示,世界被夺冠并不会让他膨胀,反而希望夺取更多冠军,英超都没拿过,何以离开,我们就应该用胜利开启英超新赛季,伯格巴赛后告诉天空体育,我没有参加任何季前热身赛,周一才回来, 所以双退有点举步维艰,我的表现都OK了,但我们还得向上,赢得世界杯已经是过去,我喜欢挑战,我希望进步,赢得更多冠军,世界杯夺冠的成就会停留在我脑海中,但我希望拿到更多奖杯,我没拿过英超,我也没拿过欧冠,我没拿过欧洲杯,所以还有很多可以争取赢得的东西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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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